大陪警力涌上 将杀警的灵性嫌犯压制在地 警方不敢答意出动近百名警力 因为嫌犯身上有警用手枪 甚至已经上堂 嫌犯身穿黑衣牛仔裤 面对警察显得相当冷静 没有任何挣扎抵抗 嫌犯身上搜出警用手枪 原本24颗子弹已经少了6颗 最后嫌犯被上手铐脚镣 押回台南侦办 警方掌握到零性嫌犯 半夜购买单程客运票要到新竹 担心追捕时间来不及 随即联络新竹警方 凌晨两点先行部署 台南警力在快马加边北上会合 一路跟车等到嫌犯四点下车 车门关闭确定不会伤及无辜乘客 才展开行动 嫌犯一经过警方立刻从埋伏的黑车冲出来 将他当场压制 根据今夜研判可能路线 选先追查一路北上歹人 断了嫌犯的逃亡路 华氏新闻新竹高雄综合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